闪耀的她是由王阳、秦岚、张萌、刘云领贤主演、魏千祥、刘萌萌、李东恒、蒋凯、谭凯、张夺、继承、雷露等特别出演的一部女性群像剧。 该剧以管门、景之秋、陈萱萱三位性格迥异的女性,为叙事视角,展现了30岁以上女性所遭遇的职场、婚姻问题以及她们面对危机逆流而上的强大力量。 丁宁是投资圈的大佬,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为人处事都非常精灵和圆滑,为此她的存在成为了郑董的软肋。 于是丁宁便被郑董下放到了一个即将破产的公司。 没想到丁宁却信心十足,不仅爽快答应了郑董的无理要求,还答应把公司做大做强。 最终丁宁凭借着自己精湛的业务能力,成功逆风翻弹。 但是在爱情方面,丁宁却非常懦弱。 她明明对管文情有独钟,却总是装作一副冷漠的样子。 之后丁宁和管文阴差阳错成为了工作搭档。 最终丁宁主动表白,成功俘获了丁宁的芳心,结局非常圆满。 王立元是景之秋的丈夫,她事业有成,帅气多精, 能输会到儒雅睿智,深受公司女员工的爱慕。 其中就有丽莎,不过丽莎看重的是王立仁的金钱, 便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秘书身份,去离间王立仁和景之秋。 而王立仁虽然没有婚内出轨,但是她早已精神出轨, 所以才会跟丽莎暧昧不清。 最终,王立仁及时醒悟,回归家庭,跟景之秋兵视前嫌。 与此同时,她也感受到了景之秋的付出。 最终,王立仁全力支持景之秋重返职场,夫妻关系得以缓解。 林浩是一个公于心计,家境贫寒,见风使舵,两面三刀的凤凰男, 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权势,她选择精神控制陈萱萱, 以此让陈萱萱为自己出钱出力。 但是,陈萱萱却是真心爱林浩,给了林浩尊重和信任, 甚至还为了林浩,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。 结果林浩却选择婚内出轨。 最终林浩受到了法律的制裁,迎来净身出户, 生败凝烈的下场。 被林浩伤透心的陈萱萱,开始对自己产生了质疑, 也对男人产生了天见。 明明陈萱萱是受害者,却因为渣男的欺骗,开始变得自暴自弃。 此时何一菲的出现,成功治愈了陈萱萱的内心创伤。 只可惜何一文跟陈萱萱年龄差距悬殊, 最终只能因为现实问题遗憾收场。 萧燕成是叮咛的好哥们,也是一个吊耳郎当的富二代。 不过他吊耳郎当的背后,是对爱情的渴望。 由于原生家庭的问题,萧春生只好选择多次换女友。 直到遇到陈萱萱,萧燕成才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。 不过陈萱萱却很讨厌花花公子萧燕成。 但随着长期的相处,陈萱萱终于到了萧燕成吊耳郎当背后的真诚和善良。 最后,萧燕成及时醒悟,跟陈萱萱开启了甜蜜的恋爱。 so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